interact这个部分 最后当然如果把它切割的话 很简单 你就照刚刚的逻辑 所以问你会的话 一一样把这一串剪下来 然后再插入那个什么 最近使用过的mid 然后把这个一样就贴上 不过它好像没有显示说它的资料 但index会马上显示 不过不影响 然后这个的话是len 就是那个里面的字数 所以牵挂弧 这个里面的字 因为我要先把这个先锁起来 然后把它加2 后面的话用99 这样就可以 你用99也可以 你用99也可以 反正就一定要大于那个长度就可以 如果没有人那么无聊 99就够了 OK 按个确定 好这样的话 向右向下 这样应该就OK了 结果应该没问题 最后这边把它再点两下 就大功告成 OK 那不过你会发现 像刚刚这一串 你只能够写一行 这个还是算公式简单的 后面我们一提326 有待会你们有时间的话来看 它里面的话 那个公式长度 真的是吓人 OK 所以最后干脆 其实如果你用VBA写的话 这个是可以拆成很多 慢慢叙述就好 所以如果很复杂的东西 我建议你干脆写VBA算了 不然的话你即便做得出来 最后你自己都看不懂公式在写什么 而且只要其中有一个地方发生错误 你也找 你也很难找到错误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复杂的事情要交给VBA 就是这么一回事 简单的事情 当然你用公式两三下就OK了 但是大部分会需要你的地方 应该是复杂的事情 不然怎么会显得你重要呢 对不对 如果每件事都简单的话 那那个事情说真的 找任何人都可以完成 所以如果说今天的那个问题 除了你之外 没有人可以的 只有你可以解决 那你是非常有价值 所以相对的你有价值之外 当然你的薪资也可以好谈 因为除了你没有别人 OK 不过前提是除了 那变成说你要具备有多项的技能 可能现在在职场上 跨领域的专长是必要的 因为你会写程式真的没什么 可以找到很多工程师 但是你要会写出 刚好大家可以解决大家问题的 那个程式 或者是说现在刚好大家需要的 那些解决方案 你可以提得出来的话 那你才厉害 你的价码才不一样 或甚至你还可以 现在最新正在进行当中 AI跟深度学习 你也可以把它纳进来 可以把那些东西 把它融合得非常好 那你就是厉害了 你又有可以跨领域 然后你又可以最新的 你又可以融入进来 什么都可以的话 不过前提真的是不容易 不过我觉得 你可以把它当目标 如果你希望你在职场上面 是被觉得是有价值的那个人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 每天都要想很多事情 做很多事情 OK 所以你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VBA该怎么做 OK 所以VBA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这样 我已经把它写出来 那它的逻辑跟这个蛮像的 我刚刚讲 In-direct 其实有点像Range 所以刚刚的话 我们是 这边的话是 先产生2345 所以如果以VBA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也可以先 第一步先产生2345 然后再把2345的这个东西 外面再去包一个Range 跟它讲说B缆的哪一个部分 所以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我先把这边先稍微改一下 第一个写法 跟它讲说我要写到哪里 所以来源部分一定是写在前面 所以我们的范围一定是For I 因为我的范围在这里 哪一列呢 第二列到第九列 这个范围 二到九 那蓝的话 我前面讲过For J 等于四到七篮 OK 这个是我的范围 然后再来跟他讲说 我要丢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范围里面的储存格 就Sales的I列的追栏 I追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来源 你可以是个Range 然后B多少 那不过我们先不用 我们先什么 先想想看丢那个什么 丢那个2345 有没有 所以2345要怎么做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刚刚不是Column Column不是J吗 J的话只是蓝 Column减掉2 有没有 刚刚不是减掉2 加上列 列的话 我本来是弱 对不对 我现在改成I 因为现在是I I减掉2 为什么 因为先不要乘上4 你有没有印象 这个写法其实就是跟刚刚那个 Indirect里面的这个写法很像 稍微转一下而已 应该转的过来 OK 然后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做输出看看 所以我写完之后 把这个直接丢就看 如果成功的话 那后面就简单了 丢一下 OK 不过因为这边刚刚有格式 有丢过那个 就是把它清除 清除格式 有没有发现 2345 一直到33 那我如果可以把这个公式做出来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你可以怎么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Indirect很像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Range 钱瓜葫 然后加一个什么 B栏 空一格 end什么呢 end 比如说B2 有没有 串过来 这样看得懂吧 B2 B3 有没有 意思是说把B2的东西 帮我放到这个储存格 B3的东西帮我放在这个储存格 OK 应该可以 这个逻辑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帮我放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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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之类推了 反正我就不画了 反正就是这样了 他是帮你复制过去的意思 也就是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边来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全部就过来 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切割的话 一样可以什么 把刚刚MID的概念加进来 MID 钱瓜葫 有没有 Shing就是他嘛 对 豆点 这个的 什么呢 长度 我们一样用LEN 钱瓜葫 但是我有锁一个钱的符号 如果锁一个钱的符号的话 记得 你就不能用French 你可能就要用Sales 瓜葫 本来是D锁E 那记得就是 先列 所以E固定 E就永远是E 豆点 那个蓝的话可以改 所以你就改追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反正我永远都是第一列 但是蓝会改变 这个写法跟刚刚那个锁 第一列是一样的做法 OK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 这个长度加2 然后豆点 后面一样99 后瓜葫一下 好 程式写完了 输出看看好了 OK 直新 结果一样 结果一样 程式写完了 OK 顶多最后的话 我会把什么蓝宽 自动调整的话 最后你可以再写一个 Column Column 这个指的是蓝的那个物件 那我希望拿起蓝呢 帮我把D蓝到哪一蓝呢 D到G蓝怎么样 自动调的蓝宽 点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AutoFits 这样就可以了 自动调的蓝宽 它会自动调 我可以试一下 清除一下 然后自动调的蓝宽 输出 OK 有没有 丢出去之后 自动调的蓝宽 这样的话就一切合成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 画面切一下 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 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其他的后面 其他的部分